生切小牛肉配黑松露 好了 不错吧 今天喝多了 然后跟老板谈了一个 我的粉丝的福利 哈喽大家好 金枪第一日本人 乌妈安达 大家真不好意思 因为我之前说 下一期就有老乌妈 后来就有各种事 然后就没约上 然后真不是忽悠大家 目前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晚上我俩会去 探一个居酒屋 然后给大家吃吃喝喝 拍一拍视频 今天我来参加一个 我们家小孩的 爸爸妈妈们的一个聚会 然后正好他们选的餐厅 是一个安妮的高端店 这家店我之前就一直在关注 我的粉丝知道 安妮斯是我特别喜欢的餐厅之一 光视频应该也拍过了一两期 所以安妮斯的高端店 我觉得应该错不了 而且他们家是黑珍珠入围餐厅 我的粉丝也知道 之前我在黑珍珠上 真的踩过一个很大很大的雷 所以也希望他们家 把我心目中的黑珍珠入围的 的这个印象往回拉一拉 好吧 那我快到了 店名叫Ponte 他们家的店明显跟安妮斯的 装修风格都不一样 这边还有火腿 然后这边都是名厨 然后店的面积也非常大 这边还有酒吧 这么看的话 应该他们家平时有乐队演奏 然后这边还有卖火腿的 还有卖这种熟食的地方 对 安妮斯的这个醋 其实我一直都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其实有机会 大家可以试一试 这个醋加点橄榄油 然后蘸他们家的面包 真的特别好吃 还有冰激凌 然后这边还有 小孩子们最爱吃的蛋糕corner 生切小牛肉配黑松露 水牛奶酪配鲜番茄 圣拿尼火腿配哈密瓜 圣什么火腿配哈 圣拿捏火腿配哈密瓜 这是鲜不邋遢奶酪 蓝纹芝士芝麻菜沙拉 全卖面包 他们家真的很火 这我们来的时候很及时 最后一桌 然后还是这种L型桌 所以好像看着我自己 吃自己的似的 这个是奶酪吗 上面 哇 喷出来了 妈妈们也说这特别好吃啊 尝尝 这叫凉菜 酷酸的酸奶 然后外面那个奶皮特别厚 然后里面是特别特别的软 再尝一尝它这个牛肉啊 非常非常的薄 然后必须得加一块这个黑松露 这牛肉很嫩 然后有一股橄榄油和起司 然后最后最后会有一点黑松露的味道吧 放了一点那个松仁 所以它会有一点坚果的味道 这个奶酪配番茄 就是奶酪和番茄 他们家的奶酪一点都不腻 这个奶酪的味道也不是很浓郁 但是也不咸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外菜吧 这个哈米瓜配火腿啊 之前还真从来没吃过 看一个甜的和一个咸的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味道的可和 嗯 我个人很喜欢这道菜 它是那种切的很薄的西班牙火腿 然后它本身就是那种咸咸的味道吧 然后配上这个哈米瓜的甜味 而且头感上是一个是那种肉的那种韧劲 然后还有一个花米瓜的脆 然后融合在一起挺有意思的 这个之前在其他的店 我真的没有吃过 好像那个芝麻菜沙拉 按国猫范哥的说法 我为什么老喜欢吃这个蓝尾奶酪 就是又菜又爱玩 其实不是特别能接受 但是就喜欢挑战一下 这蓝尾奶酪的味道真的好浓啊 其实只有这种特别特别味道浓的奶酪 可能才能很好的去盖住芝麻菜的那个苦 这个是烤大虾沙拉 比较意外的是这个虾仁是甜的 因为就是普通的拿火撩了一下 不是 它是刷汁的 我感觉我自己在吃饭 我们换一个正常点桌子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橄榄油 然后配他们家的醋 然后再蘸一蘸 特别好吃 然后我觉得这个生牛肉 配这个面包应该也是很不错的搭配 然后 不错吧 这有吗 这是传统义式海鲜面 它的番茄味其实不是特别浓 我觉得是属于比较清淡的 然后里面胡椒的味道也挺浓的 然后除了这里面有好多海鲜 真的非常好吃 香烤脆壳羊排 这上半肉的香草末 壳 没有感觉有多脆 但是它里面的肉非常嫩 香草的味道其实吃不太出来 但是就非常非常嫩 然后羊肉也不删 不错 奶酪披萨 我觉得挺好吃的 味道是真挺不错的 像这个披萨 我就爱吃薄的披萨 好 谢谢 点到烤鸡 完了 没有那个 没有那哗出来那种 像鱼一样的味道 嗯 这感觉非常软啊 烤的 这对香料的那个味道 所以像鱼的那个味道 披萨风情 你们这叫什么酒 这个是回香酒 回香酒 哦 这里面每个搁一个咖啡豆 对 咖啡豆 它这样香气的话很容易 以前那个叫 B52 对不对 来来来来来 干吗 不是要干的吗 这个咖啡豆能 这不干就没意思 咖啡豆嚼一嚼 干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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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口干 最舒服 哇 咖啡豆的那个香味 对 还挺不错的 我搜刷完这下 吃饱出来了 这家意大利菜 我是觉得可以 味道是真的不错 然后价格的话 我们4个家庭8个人 一共是2000块钱 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OK的 而且他们家还是黑珍珠入围 跟之前的反正黑珍珠入围比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总体来说 不管是环境 菜品 服务 我觉得都值这个价钱 然后我们几个爸爸妈妈 这样也行 就能说 会订阅 这些东西 我做了什么 都可以做 对 我说 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